那美艦當時開溜嘛 對不對 那是軍事意義 我覺得這兩個的本質不同 軍事意義就變成就是說 你真的要兩軍對陣可能會開戰的時候 軍事的判斷是先退 那就是很真實的動作 那現在這個政治 政治考量的話 他一定已經排除會有軍事衝突了 對不對 然後他要達到政治意義 政治意義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我認為也不算馬後炮 因為民主時代這個人的記憶力 其實一般民眾的記憶力 有的時候差不多就是半個月 或者到20天 甚至一個月 所以他現在這個動作 那民進黨也很好拿來做大內選 說美國對台這個堅如盼石對不對 對台的這個防衛保證堅如盼石 美國方面也可以又回到說 我們對中國是不計不求 然後呢不懼戰 不畏戰 我們堅持我們的原則 就是又回到那個原來的那個調子裡面去 所以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不過我認為就是說 上一次大陸的軍演 微臺軍演 我都不認為是演習 我認為是準戰爭 灰色戰爭 我是用戰爭來定義 或者你今天你從習近平角度來看的話 那他的軍事專家就說你這個動作 等於就等於很可能要打仗 幾乎就就也就一張紙之隔了 那個動作的話 因為演習通常都在自己家門口演 然後跑到人家家門口演 當時有兩塊這個進飛進航區 其實有劃到台灣的12海浬裡面來 9.5公里 對啊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都很好奇 之後沒有跟你進一步的資訊 就當時那個點 到底有沒有 比如說進到台灣的領海當中 後來在東部海域一直說是 我們是用一種就是有點像是在路上 然後呢 逼車 然後呢你要逼我車 然後我就這個船頭開前面一點 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會很好奇說 如果一旦進到領海 或是有沒有進到領海 既然你提到 你覺得我們的處置是正確的嗎 就是裝作沒看到 然後呢 你要恫嚇我的民心 那我就故意不宣布這些消息 然後我現在反而採取一種相對比較 比較柔軟的方式 避免擦槍走火 你怎麼看你覺得是正確的嗎 我覺得那個領海線啊 或者說是你所謂的這個 有管轄圈那個線 有管轄圈的線應該是24海里 就是你有個臨街區嘛 這兩條線都是敏感地帶 他如果大陸的這個 軍事艦艇進入 或者飛行器進入的話 那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抉擇點 那也就是看你 台灣蔡英文你會怎麼反應 我覺得蔡英文已經把他底牌也獻出來 就是絕不開第一槍 你就是踏到我的海灘 你不開槍我也不開槍的這個意思 那他就不開槍 因為基本上已經踏到你家門 進入你的門裡面 因為 領海12海里 基本上就是屬於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這個好 主權範圍的 我家院子 已經算登堂入室了 登堂入室了 入那個 24海里那個是院子 12海里就是玩百分之百的室內 雖然他有那個有海 可是基本上就走進入了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蔡英文選擇是不打第一槍 那就 可是呢就敵死賴說 你沒進到我家裡面來 就是他用這種方式來回應 那這個我覺得也就是 大陸如果軍方的話 或者他的戰略他一定說 我就是測試你底線 看你底線怎麼樣 那美國也看你底線 我就這樣做了 那你要開打的話 我也就打了 我就覺得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不就很像當年古巴危機的時候 那時候美軍飛了很多的這個偵察局 去低飛去看 古巴的那個蘇聯預計建設的那個飛彈基地 然後呢 這個後來不是都有野史 外觀野史都提到這段 他其實也不是假的 只是後來很多都揭露了嘛 就是說這個蘿蔔甘奶底 特別打電話去給飛行員 講說就算他們對你開槍 你也要當做沒這回事 因為如果這個等於是蘇聯對著美國 美軍飛機開槍 那就是開戰 可是當時他們的政治處理 不想要直接開戰 那所以我們 你只有在前一波演習當中 我們也是這樣子應對的嗎 對 我們完全是用這種方法 那就是說 那你說大陸軍艦 到底是不是進入20海里 或是進入12海里 那我就 我就僵死說沒進來 就跟前兩天用石頭 K人家那個 K人家那個 無人機 無人機的時候 硬說他有一千公尺高 我看那個石頭就接近那個 那個荒謬 那個荒謬 可是他就這樣幹 現在蔡英文就這樣幹 因為 因為兩年前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國防部搞的就是說 什麼叫自衛反擊 自衛反擊就是說不打第一槍 那就是說對方打了以後 對方開第一槍的話 那你要不要反擊還要問一下 還要問一下蔡英文 本來講明了兩個人 一個國防部長 一個參謀州長 那國防部跟參謀州長 還不是去問蔡英文 就是說要不要開槍就蔡英文 你看那個古巴危機的最後 最後那個很有趣 最後 甘萊迪只信任他 他弟弟一個人 然後就他弟弟找俄羅斯 那時候蘇聯駐美大使兩個關起門 閉門台 最後是妥協了 那不過美國後來是宣傳勝利 美國認為我成功的逼退了俄羅斯 蘇聯 其實是美國把土耳其的飛彈也撤 雙方是一個交換 可是你看當時到我們現在歷史的認知 都認為甘萊迪不得了啊 逼退了蘇聯艦隊 對啊 我覺得政治人物到某些關鍵 他就選擇用一種欺騙 然後去行訴輿論的方式解決危機 保存自己的這個政治能量 政治的資產 那麼也不會讓這個事情啊 到不可收拾 所以蔡英文我覺得他的底線 就是說 我是覺得他就是不抵抗 那你覺得當時雷根號 越走越遠 然後放著台海 然後讓解放軍軍演 這其實是談好的嗎 不是 不是談好的 不是談好的 因為中國大陸一定不會把底線跟人家講 你底線一講的話 你這個動作就沒有殺傷力 就是一定是否模糊 我讓你美國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我就告訴你我要這樣做 那台灣總知道美國要怎麼做 台灣總知道雷根號要離開吧 台灣完全我覺得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美國人是關鍵的時候 是最不夠朋友的朋友 真的 他是因為他骨子裡就是一個自我中心主義 他不像我們中國人有這個義啊 然後還有 因為你如果失憶 就是說 憶就是不是記憶的意 就是憶這個字 以中國人來講的話 你在這個社會 你有過失憶的紀錄 那實際上你以後在這個社會上 不太能夠 不太能夠再行走的很那個 中國人有這個社會這種 我們有這個文化跟價值體系 西方人沒有 西方人覺得關鍵時候 什麼都不重要 你自己利益最重要 你是對的 那中國人不一樣 中國人就是有個義的這個問題 誠信義啊 那西方人是到關鍵時候 他就要把他的利益赤裸裸的 凌駕於一切之上 那對美國人來講 我覺得 我覺得 對他們來講天津地義啊 他這時候 他覺得太危險了 他就這樣說 他被帶了 他真的馬上